4月4日,新丑2021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在陕西皇帝陵举行,并与台湾公祭典礼同步视频连线,两岸共祭中华民族的人文出祖轩辕皇帝。 轩辕皇帝邻请皇帝陵位于陕西皇陵县,被誉为中华第一陵。 多年来,前来拜祭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已逾百万人次,皇帝陵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久远的历史记忆,也维系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厚重的民族情感。 我们这次是回到非常激动,也是非常期待的来到这里,这个宣言皇帝啊,在海内外,这个华家儿女当中,都是追根溯源就是宣言皇帝,所以我很激动的心情,回到家家来,到这个我们的陕西来,来记住。 中华民族有这么长的历史,还是靠一代一代中国人,无论在国内,还是在海外,要一直继承下去。 所以今天很荣幸,跟我们好多的侨胞,华侨华人一起,从世界各地来到,先到西安,了解了我们长安的历史,然后又到皇陵。 这个对我们来讲,尤其在海外的游子来讲,是很特殊的一天。 皇帝陵祭祀广场上,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五十六面龙旗迎风飘扬,现场气氛庄严肃穆,公祭典礼于九十五十分正式开始,寓意宣言皇帝九五之尊,典礼共有击鼓鸣钟,唱皇帝颂,敬献花篮,攻读祭文,乐舞告祭,龙飞中华等环节。 我们希望说,借由这一个公祭先元皇帝这个大典,这个仪式,让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,共同来缅怀仙人,如何开天辟地,怎么样便手知足地来开创我们现在的幸福的生活,希望两岸的同胞能够携起手来,共同来,共同努力,来开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 历年来,庆明公祭宣言皇帝典礼,是海内外炎黄子孙、寿元、寻根、宁星、祝魂的传统盛世,更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坚定文化自信,汇聚民族力量,激发爱国热情,增强中华儿女归属感、认同感和荣誉感的盛典。